这次美国都有两个选手 要比高低杠的单向 这两个选手都比过全能 斯洛恩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波罗斯 光从难度来看 斯洛恩的难度不是特别高 就是在 不到6.2 摸在6.0和6.2之间 这么一个难度 截止到目前为止 已经比完了六个人 没有一个人的状态 或者说我们能看到他 有超过核可心的 一点丝毫的迹象都没有 后面还有两位学校要上场 一个是波尔加拉斯 还有一个是美国的波罗斯 何可心目前是以16.00分 遥遥领先 他和第二名的分差 已经达到了1.125 1.125在单向的这个比赛中 是个很大的分差 他这个下法 斯洛恩的下法 加了一个360以后 他能多挣到0.1 所以他可能有5.9的难度 因为他原来是后织两周的话 大概只有5.8 旁边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 叫洪可秀 是一位华裔 画面右侧的是 中国的裁判 毛培文 在2007年曾经为我们解说过 这个体操的世界锦标赛 高低杠不是美国的强项 除了柳京以外 其他的选手高低杠水平 水平只能说是一般 14.6排名第四 他难度只有5.9 虽然他后面下法 多加了一圈 只能多挣到0.1 下面要出场的是 罗马尼亚选手 波尔加拉斯 这个赛成绩是排在第七的 套 饼汤 登杠弧形 直高杠 分腿 滕540 然后是一个叶根 这种换钢比较常见 做好多人多的这么做 就是前摆180指 这地方倒立 这是个地组的换钢 后两个下 地组的下岛 罗马尼亚选手波尔加拉斯 飞行动作是有要求的 需要有一个明显的腾空 飞行我们连高 就是换钢也属于是飞行 就是高换低和低换高 但是低换高难度要比高换低要难一些 现在我们下期 我们看到比赛的后半程 主要是看银牌和铜牌的争夺 目前排在第二的是日本的 贺剑洪子 朝鲜选手现在是排在第三的 那么最后就要看一下 美国的波罗斯了 因为波罗斯的四个赛 是能排第二的 看看这次他能不能冲一块奖牌 我想贺剑洪子 中国教练带的话 他应该会说中文 所以他跟何可欣应该可以能交流得上 他肯定不会说中文 不会 是吗 他一点都不会 但是 根据我应该日本 他能听得懂吗 不不不 但是他们日本 不有中国的汉字 他会大概去理解 因为我们也会跟日本男队 跟日本女队去交流 因为日本女队也会跟我们交流 也会说一些 他们会说一些 好来看一下波罗斯的高低杠 低杠灯杠360 分腿正涛至高杠 并涛360 分腿特卡 这是一个E和一个D 能加0.2 并涛180 分腿叶根好 抓住了 分腿涛360 帕克接上了 这样加起来 这一下能加0.1 来看他的下 团圈圈下战 好 在今天的全美锦标赛上 他的这个高低杠没有发挥好 因为当时他两个大的空翻掉下 一个是分腿叶根掉下 一个是分腿叶根抓空 但是没有掉 但是他的那个PAC空翻的时候掉下来了 所以他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全能 比到这几单项 他这两个空翻都做得都很成功 他去年年底膝盖还是有些伤的 所以导致了他 可能系统训练这方面 不是特别的 要稍微欠一些 但是这些事情赛来看还是表现得不错 波罗斯全能的比赛大家都可能都记着 他一直比到前三项都是排第一的 但是最后一项自由操的时候 结束串的时候出了重大失误 导致他最后呢只是获得了第二名 我们看一下这些选手的这个成串 他的一组啊 数量都要比赫可欣远的就是差很多 像刚才波罗斯可能只有两个是一组的难度 我们知道取八个最高难度的话 先从就是他要比如说举个例 比如说像像波罗斯 他是两个E五个D然后一个C这样 但是何可欣的一组就比他们多得多 不光是这个一组的转体 基本上能做五个 好了成绩我们来看 打出来的时候是6.2的难度 得到了14.675分排名第三 高低杠的比赛全比完了 何可欣毫无悬念 以7.1 本次式领赛高低杠的最高难度 拿到了金牌 在这里要再次祝贺一下 获得亚军的日本选手 赫剑红子 赫剑红子在这次的式领赛上 已经比了全能和高低杠单向 两个项目他都没有空手 一次拿到的就是 高低杠拿到了银牌 全能拿到了第三 好我们来看一下 高低杠金牌获得者何可欣 获得亚军的是日本的Coco 获得第三的是罗马尼亚的波尔加斯 美国选手波罗斯 跟他并列第三 好在女子高低杠比完之后 要进行的是今天单向决赛 最后一向掉环 调环项目呢 中国队本来是两位选手 要争取冲金牌 但是因为陈一斌呢 资格赛出了一些状况 所以呢 这次只有 一位选手 严明勇 国军奋战 但是陈一斌请你点评一下 严明勇这次 调环 夺金的这个 胜算有多少 只要他自己完成吧 就可以都怪 应该能拿炒环的只有我吧 安马和调环这个项目 一直是中国男队的绝对优势项目 所以基本上只要我们的队员不失误 其他人没有什么机会 而通常争夺金牌的都是在自己国家 就是中国的专手之间开始争夺进行 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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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放中看到的是 何可欣刚才的 精彩的连接的重访 何可欣在这期赛上 做的并不是他的最难的那套 但就这样他胜其他选手都绰绰有余 我们知道何可欣下法 他还能够做一绰 但是他现在用7.1的程度 用四个一组的 这么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战胜其他的选手 这次很遗憾 没有看到英国的特维德勒 因为特维德勒是一个很擅长 做高低杆空翻的选手 但这次因为在做一个高难空翻的时候 刺客赛的时候掉下棋械